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很久没和大家吃这个烧肉放题 虽然我是火锅王子 但也想试一下烧肉 今天就约两个朋友 加上视频师我们一共四人 去荃湾一间吃这个午餐的烧肉放题 大家一起来试一下 好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动力 多谢 餐厅就在大红辉中心 我们在荃湾港铁站 波出口这边出 一出都是一样 都是走回天桥直走 走到天桥尾我们阻止下去 走到中安街我们一直直走 走大概五分钟左右就是大红辉了 上到来这间就是安平烧肉 其实可能有朋友仔都吃过的了 我自己就没吃过第一次来 很多谢他邀请 我们可以四个一起试一下 其实他和牛大人吃火锅 都是一样很出名的 都是很多人去 还有很多人排队 进来这里也挺大的 有一些窗边位 因为其实这里大红辉中心 整层都是挺大的 而且他的位置也挺舒服 你看到装修也挺漂亮 好像我现在有一些卡位 坐了四人 大部分都是卡位 另外中间还有些二人位 这次来就是试去五市的放题 那他五市放题就是两个钟头 那我时间就是总之去到四点前 埋单了 那他就是十二点钟开始的 就是十二点至到四点 其中两个钟头 那他餐其实有四款的 那最贵的那款呢 就限价就是三百五十八元 小童三三百就可以吃到八十一款 包括M5和牛 和安格斯牛小排 那我就是试这个餐的 那之后还有其余那三个餐 由七十五款五十八款去到最少是三十九款 最便宜是二零八的如果行日 除了放题之外 其实他还有些一人的设计 那就是ABC餐 那我都拍下了你们自己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晚餐 同样都是四款的了 都是大同小异 那价钱那些我都拍完 那你们自己慢慢看了 安平烧肉和牛大人呢 除了食物出名之外呢 还有一个最出名的就是它的饮品 就是它的冷泡茶 所以我就先出去饮品柜 和其他拿的东西拍给大家看一下 它跟牛大人一样 最出名的饮品呢 就是一些冷泡茶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有些桥蜜茶 那旁边呢 就是南莓果茶 那再看看首耀先 这个玄米茶 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桂花烏朗 那除了这些呢 还有其他这些台式饮品 还有那些港式的那些 一般的那些 这种也是台湾好像出名一点的 这种苹果 这里也有一些烧蔬菜 可以选择的 那我不想看了 有冬菇 旁边的香腸味放出来 青椒 秋葵 脆肉瓜 车利茄 还有一些粟米心 粟米 洋葱 有菠萝 在这里 含包菇 还有一些山菜 来包的 这个櫻花虾半饭区呢 就最主要是 譬如这里有一些汤 是的 还有 有些饭素 滤肉汁 那我看一下先 那哇 很稠的 滤肉汁 那有些酱料 原来这个是 櫻花虾来的 那这个才是葱 那还有这些蒜片 还有些饭 那就放在这个位置了 这个牌下面呢 其实有一些围裙的 就是如果你烧的时候 怕弹到呢 这里可以拿的 除了外面拿东西之外呢 如果朋友们喜欢喝啤酒的呢 他有个啤酒放题的 就是加48元 就可以喝他这种 日本的Suntory的啤酒的 不过一加呢 就要整台都要加的了 那品呢 那当然是试他的首瑶茶 那他那四种 那我觉得最好喝呢 就是那个南威 那个有点微甜的 味道的 带出来挺清新的 还有那个桂花烏龙呢 我也觉得是挺香的 那其余的那些都OK的 那除了这些首瑶呢 其实他还有一些台式的首瑶 那些可以预备的 但是你掃了QR Code之外呢 你可以下的 那他有几款啦 那我觉得几款都OK的 如果你喜欢喝这些的茶呢 那这里就可能都适合你 我见他还有一个优惠的 如果现在呢 做会员啦 那便掃回QR Code 那他就会有优惠的QPont 这里下单呢 就是掃这个QR Code的 那这个柠檬汁我们用了 那我们来用的 那蝦和善背也可以用的 那里胡萝卜也要用了 那里胡萝卜也是用的 那里胡萝卜也可以用的 那么猪肉 牛肉 鸡肉也OK的 那么黄金酱 那点出名是麻醬的 有坚果类 那有坚果类 那么如果有坚果类敏感 那就不建议试的啦 那也用到蔬菜和肉类的 那是有 Андris的 那他还有我们的三角腌了 是两个粗的平的 就是夹熟的东西 幼尖的呢 就是夹生的东西的 第一樣試的不是牛肉 是先試牛舌芯 因為我們叫最貴的這個餐 每人有兩塊 它是切了條狀 你看到好像五餐肉一樣 它是牛舌芯 燒完後有些很香的牛味 而且它是比較軟 因為舌芯裡面比較軟 所以充滿牛香 而且有些軟的感覺 咬下去也挺正的 這個餐廳牛有十幾款可以選擇 由最貴到最便宜的都有 放心我全部都會試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先試 這個餐特別有的就是 M5的澳洲和牛 和安格斯牛小排 它一碟給我們試 它每一次 譬如order一套份量 就是有兩塊的 如果你譬如人多些 你就叫兩套 你看到雪花分布 未燒之前都挺漂亮的 包括和牛和牛小排 都是均勻的雪花 其實這些也不要燒太久 這些一定是好牛 一定是辣辣的 會比較好 而M5和牛 相對比起日本和牛 它的肉味會比較濃 而且會比較香 它軟就一定沒有日本和牛那麼軟 但它也是相對比較軟 另外牛小排 肉味會更濃 還有咬口會更加重 吃第二款牛之前 去煮湯喝一下 這個湯就是冬瓜 加上一些蜆仔和花甲 這樣就比較清淡一點 另外煮了碗飯 我就加了一些紫菜 和櫻花蝦和蔥 那些櫻花蝦都很香的 紫菜就有些韓式的 那些有些芝麻咬下去也很香 還有那個滷水汁 它就比較濃一點的 但又不算很鹹 都挺惹味的 所以都忍不住不停吃 不過就吃一下好了 不要吃那麼多 否則太飽就吃不到 其他肉就不值得了 接著就試第二季那個 SRF極黑牛的餐裡面的牛 它就有今次來了 就是SRF極黑牛 和一口牛 還有一個三角牛肩肉 它同樣脂肪分佈也是挺多的 當然它沒有剛才那個和牛 那麼厲害的 但是雪花也不錯的 你說吃下去 其實它也不是差的 也有些分別的 就是最貴的那隻 它會相對軟一點的 這隻就相對沒有那麼軟 但是它有咬口和肉味 我覺得都OK夠濃的 尤其是那個牛柳粒 也不會說一般那些 可能會咬下去有多渣的 它這隻就沒有什麼渣 而且咬下去也挺夠軟的 這隻你看到又是牛柳粒 但是不同的 你看到它大粒一點 這隻叫做生椒牛柳丁 其實它是醃了少許的 有少許黑椒味 還有吃下去我反而覺得它軟一點 因為它可能醃過 咬下去就會比較juicy一點 接著這一堆全部都是醃過的 有三樣東西 就有牛仔骨 有牛辣條 還有這個金錢肚的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金錢肚燒不知會不會很韌 就先試一下 第一個當然先講到金錢 大家會有疑問 會不會很韌呢 當然你不能燒太久 有一些是相對會少少韌 但其餘我吃了幾塊 其實都OK的 不算很韌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入味 牛仔骨和牛辣條 它都是用同樣的醃過的 它燒完後 它的醬汁會帶出一點甜味 而且也挺香的 尤其是牛辣條 它是比較厚一點 而且脂肪也足夠的 吃下去也不會太韌 牛肉味也挺重 牛仔骨也是挺好吃的 間長吃一些特別的東西 你看到這個也只是什麼來的 這些豬肉乾來的 烤過之後就挺正的 你看到的也很香 有一點點吃下去 感覺像我們平常的林真香 試吃的那些豬肉乾 烤過有點香味 也挺特別的 如果你是258元的餐 這個是最便宜的 可以吃到牛的 我先試了三樣 就是安格斯牛板件 還有這個上損牛腹肉 這個厚切的 還有一個鹽燒牛舌 大家可以看到有三樣 牛板件和牛腹肉 我覺得是都吃得過的 牛尾也是相對比較重 因為安格斯也是相對重 脂肪就沒有剛才 之前那兩套的那麼軟 這些你看到兩個一樣 沒錯這個薄切的 牛腹肉也是 一隻就有醃過的 一隻就沒有 還有另外有一個 洋蔥牛舌的 黑椒洋蔥牛舌 它跟之前的牛舌 現在沒有一樣的 都是薄切的 它就會多了一個洋蔥 這個洋蔥有黑椒 你可以選擇在燒的時候 放進去 或者你燒完之後 再就這樣放進去吃 都可以的 你說那些牛腹肉 是相對像一些 比較漂亮的肥牛 這樣燒過的味道 就不要燒太久 不然就很容易焦 它的味道 調味過的那隻 我覺得就會比較好吃 牛腹肉也是薄得來 它也很有牛味 吃完這個牛 我先試一下一些小吃 因為其實它可以另外叫一些小吃 其實一坐下 它會有一個盤 就有三樣小吃 給我先試 不過我吃了一些燒肉 才慢慢試這個 其實有三樣 放下給我試 一個我覺得特別一點 就是苦瓜 其實有些黃金苦瓜 有一點鹹蛋黃的 它的苦瓜也不太苦 變了有鹹香味的苦瓜 我朋友就覺得這個很好吃 鹽酥雞也是一般的 差不多 就不是很大分別 還有那個炸番薯 都可以的 這裡還有坊間放提 比較少有些的鴨蟹 這鴨蟹 它有些醬油醃過 還有它有些蔥 花生碎 就比較特別一點 我另外再點四個小吃 這些是夜市小吃 來的 台式一些 特別一點 我覺得是黃金泡菜 它相對會有一點鹹鹹的 跟一般泡菜 韓式那種不同的 都挺特別的 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覺得如果它的鹹香味多一點 會更加好吃 另外炸菜有一個花枝餅 和章魚卷 如果你說都想吃一些小吃 這個都可以試一下 比較台式一些 另外這個青瓜就是一般的 這個雞泡魚乾的小吃 我初初不知道 來到就馬上吃 哇!很硬 原來是要燒的 記住大家放下去燒一燒一燒過之後 你會覺得比較焦香 和一些暖暖的 一點點起沙拉醬 我覺得挺好吃的 其實如果你最貴的那一餐 還有海鮮可以燒的 包括我們都點了一些虎蝦 你看到多大隻 燒過之後 你知道的殼就會很香 整個桌子都是蝦殼燒的香味 這個腐蝦都頗大 而且都算彈牙 另外還有扇貝 這隻扇貝都很大隻 還有加了一塊牛油在上面 另外兩隻海鮮 第二季的SRF餐子都有 都試給大家看 一個是青口 它是醃過的 所以有些醬汁下去 跟平時吃凍青口就不同 有些汁調校過就會比較香 另外一隻是麻辣的扇貝 細小隻 它有一個紙兜裝著 我最初打算這些都辣得來 有個泡沫也不少辣 不是 它都不錯辣 像淡仔的小辣那隻 其餘不同的豬肉 調味的豬肉 或者豬頸肉那些 我們都試過了 正正常常 當然還有其他的香腸 豬大腸那類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不詳細說了 那你們看一下畫面 有兩個都想說的 除了肉類之外 一個就是麻薯 它叫小枕頭 因為我朋友吃過 他就告訴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是類似年糕 可能有朋友都試過 就是很有趣的 因為你放在爐上 它燒完之後 它就會漲起枕頭 說真的它這個就是 一些好像年糕一樣的 燒硬了 裡面沒有什麼味道 最主要是吃過口感 所以它有一個煉奶筋 可以點來試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鵪鶉蛋 它裡面會有些芝士 它燒完之後 就會有一個芝士 融在裡面 加上鵪鶉蛋 你喜歡吃流心 就不要燒那麼久 否則就會熟了一些 就會變成我拍了出來給你看 就是熟得齊 就沒有那麼好吃 吃完之後 最後它會有甜品 有一張紙給你選擇 三個是Hagandar雪糕 一個是護原來的 這個台式的當然是試一下護原的甜品 它夠冷 還有它有些花生在上面 它會猛問你 你對花生有沒有敏感 所以我覺得挺貼心的 這個護原也夠冷 而且也挺好吃的 我覺得 還有那個好像涼粉的鮮草 我覺得很滑 好 吃飽了 今天吃得很開心 問過一些朋友也吃得很滿足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還有它有很多套的可以讓你選擇 有便宜有貴 適除尊便 這次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 給個讚 下面留言 還有分享給朋友 按下旁邊的鈴鐺 在我身邊 讓你馬上收通知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不一定你下條影片再見 到此為止 拜拜 按下旁邊的影片